这家里吃剩下的饺子皮不要再扔掉了 今天老弟分享大家一个新的吃法 首先把过年饱饺子的剩的饺子皮切成细条 像视频这样切好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大碗中放少许的葡萄干和和豆仁 再夹上少许的大枣 放入半勺面粉 加入清水 用手搓洗干净 再次加入清水 用手多头洗几遍 然后控干水分 把洗干净大枣切成小丁 全部放在一起 放在一旁备用 油温三成热 下入切好的饺子皮 中火炸至两分钟 炸至表面金黄酥脆 捞出控油备用 锅中加入两勺清水 半勺食用油 再放入两大勺白糖 开小火炒上两分钟 视频放在这儿 老弟又出来露脸了 老弟每天更新一道在家简单一做的美食 就希望家人们给我点个小爱心 和个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 没有您的小爱心 老弟真上不了这门 老弟谢谢您了 老弟在这里祝您 夺政兼少生计 心想事生 万事如意 糖从大泡炒至小泡 呈香油色 倒入葡萄干 核桃仁和大枣 运速翻炒均匀以后 倒入炸好的饺子皮 再次翻拌均匀 倒入一个铁盘中 或者是盘子里 运速按牙紧时 定型以后放在一旁放凉 放凉以后切成小块 以后家里吃剩下的饺子皮 你像我这样做成小零食 保证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吃